陆昭瑶虽然成功地离开了七指地 与力尘兰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付出的代价很大 不仅元气大伤 就连基本的功法都无法使用 再加上至尊版空空丸的副作用 身体是一直在翘无声息地虚弱 秦指烟一脸期待地来到门口 一直想找陆昭瑶为之前的蟒专道歉 忽然陆昭瑶碎碎面 我这一身功法当真就没了 秦指烟在这一刻望而却步了 这一切的后果都是自己的一己私欲而造成的 只是陆昭瑶还不知道 自己再诈成烟花四次 就会享受到万人跪拜敬仰的待遇 陆昭瑶在屋内尝试着修炼功法 可怎么都无法调动内息 开始心急如焚 之前嘴上说着没有功法无所谓 那只是安慰力尘兰的托词而已 身为曾经的女魔头 动用不了功法 自觉是个天大的笑话 于是不停地尝试 可依旧是徒劳无功 就在秦指烟犹豫不决的时候 在一旁观察到秦指烟情绪的柳苍林 一把拉住他来到陆昭瑶的面前 陆昭瑶阴阴阳怪气的嘲讽秦指烟 柳苍林健壮想为其出头 却被秦指烟给拦下了 就在转身离开之际 秦指烟越挫越勇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式的开口 女魔头 你今天不原谅我 那我就改天再来 秦指烟前脚刚走 昭瑶的铁杆粉丝路时期就来了 那两个人做得点对不起我的事 我惩罚惩罚他们 时期一脸的若有所思 昭瑶知道时期的个性 赶紧给他打了一击预防针 不准打歪主意啊 自从陆昭瑶和立晨兰 捅破了那层窗户之后 两人更加的浓情蜜意了 为了多点单独相处的机会 立晨兰约昭瑶逛花灯过七夕节 今日书安镇有夜市 听说很有意思 想不想去 想 两人都不想时期这个电灯泡跟着 我是去弹琴说爱 你跟着干嘛呀 我也想跟闷主弹琴说爱 立晨兰闻言不乐意了 连时期的醋都吃 这不知道这随了谁 立晨兰也是醉了 有男人基于自己的媳妇就算了 可女人也来跟自己抢媳妇 顿感自己的情敌太多了 真想把你藏起来 两人就像一对 普通的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牵手逛街放花灯 俊男靓女成为了 大街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陆昭瑶满肚子的疑问也脱口而出 你是什么时候分歧我和纸烟的呀 在那位旧柳仓里 接下园前那一仗 只有你才有那种神色与气势 昭瑶对于胸口前镜子的疑问也说了出来 当年在山门前你给我戴上 如今又给我戴上 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立晨兰略显尴尬 陆昭瑶也开始羞涩起来 立晨兰一五一十地 将窥心镜的作用告诉了昭瑶 这是窥心镜 他能让我随时随地看见你在做什么 陆昭瑶闻言更加的羞愤难耐了 小丑老怪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立晨兰的解释 让陆昭瑶不再纠结于此了 我也曾心怀尴尬 尴尬你怎么不拿回去 我是想拿回来 可我怎么跟你说 两人把窥心镜当作 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 两人碰到了秦指烟柳仓领二人 秦指烟刚想把自己赔罪的礼物 送给陆昭瑶 就被人打断了 于是四人一起来到了茶楼 茶楼正在散播陆昭瑶的谣言 陆昭瑶 是日日承受着这秦千贤的观摩呀 秦指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的 我小伙伴 还没等起有所行动 就只听见一声茶杯重重地 落到桌子上的声音 是秦千贤将你从建筑带走 你藏了起来 一想到陆昭瑶消失的这五年 是被秦千贤藏了起来 还被其日日窥探 立昭瑶就控制不住的怒火中烧 出手毁掉说书的桌子 并出言警告 陈济山方圆百里 不要再让我听到此妖言 昭瑶也知道立昭瑶这下是彻底怒了 于是赶紧哄她 并拉着她一起去审千景她吃火锅 这样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陆石七沉浸在陆昭瑶的剑色妄意之中 只好找秦千贤诉苦 门主不要我了 所以我就 看着如此天真烂漫的陆石七 秦千贤停下手头的事情安慰她 如此美景 可能解东山主心头欲解 风花雪月之事 对于陆石七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 我看月亮不美 就那么黄黄的一坨挂在天上 月亮下的你很美 赏月还不如吃鸡腿痛快呢 看不识人煎烟火的秦千贤啃鸡腿 真是另一番风景 陆石七吃着吃着突然就觉得鸡腿就不香了 可我很想跟门主在一起嘛 想到这鸡腿都要吃不下了 秦千贤正在说着大道理劝解 这人生在世 不如一 不如一者十之八九 可陆石七一扫之前的阴霾 既然我那么喜欢门主 我就应该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 我们一起去吃火锅 拉着秦千贤就去找他最爱的门主了 曾经叱咤江湖的女魔头 在玩游戏方面一败涂地 秦千贤便自告奋勇为其挡酒 可陆昭瑶确实是没有什么天赋 输得一塌糊涂 秦千贤也喝得醉生梦死的 安排好陆石七之后 陆昭瑶和立晨岚携手回去 丝毫没有理睬眼巴巴 看着自己的秦千贤 秦千贤追着出来 对着陆昭瑶撒酒疯 陆昭瑶 你身体胜得太久了 你怎么这么难哄啊你 对着他大道苦水 把这么多天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 每天其实我也敢多苦 没有想到会把你害成这样 秦千贤还把自己准备的礼物送给他 让他下次别那么莽撞 这两只鸭子很有个性 我喜欢 这不是鸭鸭 那我什么 我做话 江武依旧过得怡然自得 万路门内乱 元杰生死 林子玉桃 整个江湖传遍了 听闻小伙伴的报告 大呼这是好事 小伙伴趁机建议吞并万路门 可小伙伴的话 让江武激动万分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陆昭瑶重回万路门啊 接下来的话 就如同一盆凉水泼了下来 听说他淋着大雨 向修罗班走进无恶店 还在忠目睽睽之下 伪了丽晨 江武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准备夜谈万路门 丽晨岚不是喜欢小美人吗 秦千贤也在万路门 我去万路门看看 江武来万路门犹如无人之境 闯进卓尘殿后 依旧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看到陆昭瑶之后 便申情款款了 陆昭瑶 时期一看 又有人跟自己来抢门主 当即出手 却被江武控制住了 我在冰枯境 现在你弄火中烧的神情 才是我最爱你的样子 眼看自己就被轻薄了 陆昭瑶化气为剑刺伤江武 小红毛 万路门可不是你随便 可以搞事情的地方 可江武毫不在意 甚至是有点开心 挣脱绳子的时期 再次攻击江武 可期下一秒就消失了 走前还不忘宣言主权 陆昭瑶你记住了 你是我江武的 搞得陆昭瑶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一样 丽晨岚赶回着沉淀 看到陆昭瑶安然无恙 还松了一口气 时期捂着左臂愤愤不平 厉晨岚文言差点暴怒 由于陆昭瑶的安慰 厉晨岚才暂时冷静下来 看江武的驾驶 对其志在必得 那么今后他们三人的爱恨纠葛 又会如何发展呢 请看下集讲解 喜欢的点关注